历史上真实的西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朝代 提到西州这个朝代啊 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应该就是那场著名的封神之战 在英明神武的周武王的带领之下 转翻了昏运无道的商周王 这期间呢又有江子牙杨俭 哪吒这帮人帮着周武王打败了很多强大的敌人 然后大家最终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 这就是西州 要说历史上真实的西州到底都发生过哪些事情 完整历史到底是怎样的 很多人可能就说不清楚了 因为时代太过久远 再加上封神演绎的故事呢 实在太过深入人心 所以后来我们去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啊 总会觉得这个时代的神话色彩比较浓 而如果去除掉这些神话传说 历史上真实的西州 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皇帝战胜了赤油之后 子孙后代越来越多 逐渐开车散叶 在这其中皇帝有一个学孙 也就是皇帝孙子的孙子 名字叫做契 所以叫做契啊 据说是因为他妈并不是自然怀孕有了他 而是某天踩中了一个巨人的脚印 然后怀孕了 所以生下了这个孩子 他妈觉得这个孩子来的太过诡异了 所以就把他给扔了 但扔了好几次之后呢 都没扔掉 所以他妈觉得这是神的意思 所以就把他给留了下来 然后给他取了契这个名字 再后来契逐渐长大 在种植方面非常有天赋 特别会管理农业方面的事情 所以到了大宇在位的时候啊 契就逐渐成了大宇最得力的助手 帮大宇去管理农业 最后呢 契的子孙后代去了渭水流域生活 因为临近积水 所以就以积字作为这一族的姓 周朝或者说周王室最初就是这么来的 而这位契呢 就是周王室的始祖 同时也被后世尊称为五谷之神 这段历史虽然是被明确记载于史记当中的 但是因为历史太过久远 到今天呢 确实是有点难以考证了 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今天的渭水流域 生活着一个古老的部落 我们可以称其为周族 这周族就是周朝最初的原型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 周族都是以部落的形式生活的 这其实也很正常 毕竟当时绝大多数的地方呢 都是以部落形式生活的 不过到了商朝中后期 商王武丁在位的时候呢 商朝正式册封周族为诸侯国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周族变成周国了 武丁去的时候 大概过了一百多年以后吧 就到了商周王纪位了 在这一百多年里呢 周国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国家 一直在西边快速发展 而在武丁策封周国之后呢 周国这边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 这就是周太王 也就是周恩王的爷爷 按照目前夏商周 断代工程的研究结果来说啊 应该是商朝先策封了周国 然后又过了几十年之后 才到了这位周太王纪位的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还得等考古学家进一步发掘整理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 这位周太王在位的时候呢 周国把国都搬到了齐阳周远 躲开了西边戎笛的旗掌 从而可以快速发展 而到了周太王晚年的时候呢 周太王有好多儿子 但是他都不太满意 唯独对自己三儿子家的那个孩子 比较感兴趣 但问题是呢 如果跳过了儿子这一半 直接扯了一顿孙子 好像也不太合适 所以这个时候 周太王的大儿子和二儿子 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俩直接带着一部分人呢 离开了周国 远赴东南生活去了 而到了东南之后呢 这哥俩混台不错 直接建立了一个国家 这就是后来春秋时代 称巴一时的吴国 而周国这边呢 因为老大和老二都走了 所以周太王也就只能把王位 传给了老三 激利 就是周恩王他爸 这个激利也是一个超级牛人 先是积极和商朝那边通婚 得到了商朝的支持 然后在商朝的支持之下呢 横扫西北 后来还被商朝封为牧师 这个牧师和今天的牧师 肯定不是一个意思啊 而是说管理整个西北游牧的官 相当于是西方诸侯的首领 不过呢 到了激利晚年的时候 因为周国发展的时代太快了 商朝这边也开始逐渐记来起来 所以最终呢 所以最终呢 激利被商朝叫到了商朝王都那边 直接软禁致死了 而激利死后呢 接下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文王机位了 提到大名鼎鼎的周文王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可能就是他算卦比较厉害 中国古代的抗命算卦 基本上都是尊周文王为祖师爷的 而在政治方面呢 周文王的贡献同样也是非常深远的 周文王在位期间直接塑造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体系 后来这套体系呢 被他儿子给完善了一下 就形成了所谓的周理 这套制度直接影响了接下来近千年的历史 除此之外呢 周文王一边继续小心的侍奉商朝 另一边呢 继续猥琐发育 不断团结那些支持周国的诸侯 打击那些反对周国的诸侯 就这样到了周文王在位后期的时候 周国当时能够影响的势力范围 已经达到了当时整个天下的三分之二 到了这个时候 商朝王是自然会对周国极为警惕 再加上又有其他诸侯国的国军 来商朝王室这边告乱 最后来呢 商朝王室就顾忌重施 直接把周文王给抓起来了 这就是所谓的积昌居幽里 再后来呢 周国这边有人花了大价钱 给商周王行位 讨商周王的欢心 再加上周文王确实也表现的比较顺俗 商周王觉得呢 周文王确实是不会造反 所以就放了周文王 而周文王回到周国之后 一边继续对商朝扶手称臣 一边继续发展力量 招揽人才 在招揽人才的过程当中呢 周文王招揽的最重要的一个大臣 就是大名鼎鼎的江子牙 在丰山演义当中啊 江子牙是元氏天尊的徒弟 跟着元氏天尊学了好几十年之后才下山 下山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辅佐周朝 不过在正史上 肯定是没有什么元氏天尊的 重史上的江子牙呢 其实就是一个落魄贵族 他的祖上据说也曾经辅佐大禹治水 后来被大禹封官 但是经过下山两代的传承之后呢 到了江子牙这一代 他们家早就已经败落了 因为当时是典型的贵族政治 只有贵族才能做官 所以江子牙即便是年轻的时候 学了很多东西 学富武车 依然没有办法做官 就在这个时候呢 江子牙听说 西边的周国正在招揽人才 而且还不限于贵族身份 所以接下来江子牙就去了周国那边 借着钓鱼的机会 见了周文王 然后让周文王发现了他的大财 从而成为了周国的高官 但是对于江子牙归州的过程啊 也有其他的说法 比如有人说呢 江子牙是在周文王被商朝关押之前 就已经来到周国 开始为周国效力了 而且周文王能够被商朝释放呢 也是江子牙出谋划策的结果 不管怎么说呢 江子牙来到了周国这边之后呢 肯定是被重用了 而接下来江子牙也没有辜负周文王的期望 在江子牙的出谋划策之下 越来越多的诸后国 开始归附于周国 从而形成了周国占天下三分之二的局面 另外啊 奉神演义里的江子牙呢 好像没有什么感情系 也没有什么后代出场 但是在正史上 江子牙肯定是有后代的 而且是儿女双全 江子牙的儿子呢 后来被周王室封到了山东 建立了齐国 中秋时期那位称霸的齐皇公 就是江子牙的后人 而江子牙的女儿呢 则是直接嫁给了周武王 成了周朝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位王后 总之呢 在周文王的苦心经营之下 周国开始越来越强 期间又吸引了以江子牙为首的一大堆人才 开始为周国效力 然后呢 周武王没等到灭上那天 就去世了 而周武王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周武王就继位了 而周武王继位之后 又过了几年 恰逢商朝这边和东方的东夷开战 力都被调到东方去打东夷了 周武王这个时候呢 就直接起兵 在今天的河南省孟金县召开会盟 号召天下诸侯 一起讨伐商周王 在演义小说当中啊 周武王的这次号召会盟 有八百诸侯前来响应号召 和周武王一起组成了联军 但实际上啊 据后世史学家考证 当时前来响应周武王的诸侯 或者一些部落的组长 数量虽然不少 但是最后大家集结出来的总兵力啊 其实只有四万五千人而已 这倒也不奇怪 毕竟当时整个中原呢 人口也没有多少 能集结出四万五千人的精锐 那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顺便说一句 当时前来响应周武王的这些人里边呢 有一个南方的小部落 据说这个小部落呢 以雄伟性 崇拜火焰 就是史学家考证啊 当时这个小部落派来的人呢 应该并不算多 不过后来仗打完了之后呢 周武王的高层当时也没忘了他们 后来封了他一个子爵的爵位给他们 再后来呢 这个部落在南方不断壮大 拿着这个子爵的爵位到处扩张 于是就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 那个强大的楚国 随着八百诸侯集结完毕 周武王带着这支邻军呢 浩浩荡荡的向商朝的首都朝歌杀了过去 当时商朝的主力军队 都在东辈打东夷呢 所以商周王只能临时释放了朝歌城内的奴隶 组建了一支奴隶大军 这个做法后来在秦朝末年的时候 还被那位秦二世里学去了 不过临时释放的这些奴隶呢 肯定都不喜欢商朝 他们之前一直在受商朝的压迫 如今还给商朝打仗卖命 这谁愿意呢 在上了战场之后啊 这些奴隶直接调转方向 转头跟着联军一起杀向了朝歌 就这样几乎没怎么费力气 周武王就攻入了朝歌 而那位商周王呢 则是一把大火点燃了自己的宫殿 自己也自焚而死了 随着商周王身死 商朝彻底结束 西周正式开始 不过西周虽然开国了 但是如何解决这些前朝移民 依然是一个大事 毕竟商朝之前东征的那些大军呢 此时都还在 而且其他商朝王室的之外 此时也依然强大 所以西周开国之后啊 周武王首先要做的呢 就是一边安抚他们 一边完成对整个中原的控制 于是这个时候的周武王呢 就想到了一个非常绝妙的办法 单粹直接把自己的儿子兄弟 还有像江子牙这样的功臣 分封到各地去监管和控制当地 那不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按照这个思路啊 周武王首先把那些商朝的移民 全都集结到了今天的河南商丘地区 让他们在这里自治 同时呢 又让商周王的儿子武庚继位 做他们的新王 这就是后来春秋时期的那个宋国的属性 与此同时呢 周武王又把自己同父同母的三弟 五弟和八弟分到了商丘周围 建立了三个国家 这三个诸侯国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正好把这些商朝移民围在里边 防止他们作乱 另外呢 后来的几十年里边 江子牙被分到了山东 建立了齐国 周武王同婚异母的大哥的儿子 被分到了北方 建立了燕国 周武王的三儿子被分到了山西 建立了晋国 周武王四弟的儿子 被分到了山东 建立了鲁国 总之呢 靠着这样一番眼花缭乱的操作 周武王算是把自己的亲戚和老丈人 都给安排到了各地了 有了他们的帮忙 周武王自然就能逐渐控制整个天下了 据说当时周武王一共封了七十多个国家 这其中呢 有四十多个 都是老积极了他们自己家的人来做国军 这绝对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下了 不过这个目标周武王并没有完成啊 因为就在西州开国之后不久 周武王就去世了 可能是因为过老死之类的原因 而周武王去世之后呢 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比较年轻 所以他的嫡长子周成王 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孩 根本就无法处理朝政 如果放到后世的话 这个时候一般应该是由太后出来主政 也就是江子牙的闺女出来管事 但西州不是这样的 按照周王室的规矩 周武王去世之后 他的四弟和他的庶长兄出来管事了 这个周武王的四弟 就是那个会解盟的周公 而这个庶长兄呢 就是燕国名义上的初代国军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啊 鲁国和燕国本来就是册封给他们的 只不过他们需要留在京城府政 所以才让他们的儿子去管理了 这两个被周武王选出来辅佐他儿子的兄弟呢 能力还是不错的 而且也比较忠心 尤其是那位会解盟的周公啊 后来还彻底完善了周理 成了孔子的偶像 不过呢 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心眼了 尤其是那三位被派出去监视商朝移民的兄弟 人家就想做天子 最后来呢 这哥仨琢磨了一下之后 直接联合商周王的儿子武庚开始起来造反了 不过此时周朝已经通过翻封的手段 彻底控制了天下 他们就算造反也没用了 不久之后呢 那位会解盟的周公直接带兵灭了他们 然后又从他们的亲戚里边 挑了一些对周王是忠心的 继承了他们的国家 这场叛乱 后世史称三间之乱 三间之乱结束以后呢 西周开国过程当中最后的一个大雷 商朝移民的问题 也就算彻底解决了 而随着商朝移民的问题解决呢 周朝内部就算是彻底消息了 所以接下来周朝的任务 就是花时间去休养生息 让老百姓过着好日子 所以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边 先是周公辅政 然后等到那位周成王长大之后 再正式签政 周成王去世之后呢 他的儿子周康王 又继续执行了之前休养生息的执政理念 所以周成王和周康王在位的这段时间呢 虽然西周历史上最美好的一段时间了 后世史称 成康之志 如果那笔后世的话呢 大概就相当于是汉朝的文景之志 因为这段时间一直都比较太平啊 所以成康之志的这段时间呢 就没有啥可说的了 如果到了周康王晚年的时候啊 随着周朝休养生息的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自然就要对外扩张了 汉朝的时候啊 汉朝经过文景之志的休养之后呢 到了汉武力时期 就开始大回谋对匈奴用兵 而西周这个时候呢 其实和后来的汉朝也是一样的 和当时的西周面对的敌人 可比汉朝更多 当时的西周呢 还没有完全统治我们现代理解的这个中原 所以在西周的周围啊 东边有东夷 西边有犬戎 西边有鬼方 南边有南蛮 北边有北敌 总之呢 周围全都是敌人 从周康王晚年的时候开始啊 接下来即位的周昭王和周末王都是不断对外开战 经过这几位国军的连续开战之后 西周的地图呢 才变成了我们后来看到的春秋初期的那个地图 要不是他们对外征战啊 估计周王是后来就一直是一个内陆国了 连海都看不着 那比汉朝的时候呢 这段的意识 基本上就等同于汉武力在位期间 连续几十年的对外征伐呢 固然是让西周的版图扩大了不少 但是当初成康之日 攒下的家底肯定也都归后的差不多了 所以接下来的三十年时间里边 周贡王和周夷王在位期间 西周就开始逐渐停止对外战争 再次寻想生息 如果那比汉朝的话呢 周贡王和周夷王在位的这段时间啊 大概就相当于汉朝的昭勋之志 而周夷王去世之后 因为他的儿子怯懦无能 所以周夷王的叔叔趁机篡权上位了 这就是周孝王 没错啊 虽然周王是一直推崇的是敌上司继承制 但是在周朝的历史上 其实也是发生过这种篡位的事情的 周孝王在位期间呢 周朝其实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就是他篡位这个事 另一件呢 则是他牺牲犬戎 因为之前的两代周天子选择了宣耀生息 所以原本被周朝打败的那些敌人呢 开始逐渐再次恢复了过来 而当时周王室的国都在西安地区 更容易受到西边敌人的威胁 所以周孝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就再次率兵去征讨了一下 这些西边的游牧民族 而想和西边的这些游牧民族开战呢 周王室首先得有大量的战法 于是呢周孝王在位期间就大力发展周王室的羊马产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周孝王发现啊 自家马场里边有一个叫迎妃子的小伙子 羊马养的非常不错 所以干脆呢 就把甘肃天水那边画出了一个数十里方圆的一块土地 装门封给他 让他去养马 三年之后呢 这个迎妃子的后人建立了一个国家 叫秦国 而迎妃子的后人呢 繁衍了35代之后 终于出了一个超级牛人 彻底统一了天下 这就是后来的秦首皇嬴政 周孝王当时肯定是没有想过那么多的 他只是想让老营家帮他养马而已 而从后来周孝王对西荣的战争来看 他的选择当时也没有错 确实是击退了西荣 周孝王在位十多年之后去世 而他去世之后呢 他就又把之前那个被他废除的太子请了回来 继承了王位 这就是周夷 周夷王继位之后呢 西周其实已经到了衰退期了 实际上啊 西周从周冬王到周夷王时代之后 就已经进入衰退期了 后来的西汉其实也是如此 朝宣知识结束以后 西汉就进入衰退期了 这当然不是什么巧合啊 而是历史规律 西周时代呢 因为土地都归国家和贵度左右 所以没有西汉时期的土地兼并 但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啊 其实还是存在兼并问题的 当时一个国家的高槽 占据的蛋糕越来越多 底层百姓和平民呢 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少 肯定会出问题的 可是当时周王室呢 还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周夷王上位之后啊 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自己太过懦弱 他觉得就是因为自己太过懦弱了 所以才压不住下面那些诸侯国 所以才会导致他的书给抢他的王位 于是呢 周夷王上位之后 就开始大力推行严行巡法 抬押那些贵族 为了让这些诸侯害怕自己 强化自己的统治 周夷王甚至直接把当时在位的齐国国君 抓到周王室这边 直接给蹲杀了 这种做法 虽然能够短暂让那些诸侯害怕周王室 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强化统治 而周夷王去世之后呢 他的儿子周历王 却依然继承了这个理念 继续执行严行巡法 而且呢 周历王还更进了一步 不但建立起了严酷的监管体系 让大家走到大街上都不敢说话 同时呢 还再次重启了对外战争 企图通过对外战争转移矛盾 这样一来 西州的那些贵族们 自然就不愿意了 所以后来 西州的平民和贵族 直接联合了起来 推翻了周历王的暴政 把周历王给赶走了 不过据后世史学家考证啊 当时发动政变的 周历王被赶走了 因为群情激愤 他的儿子就是当时的太子 暂时也没有办法继位 接下来 周王室就有两位周公执政 没有在立天子 当年周王曾经选了他两个兄弟 辅佐他的儿子周成王 如今这位周公呢 就是当年那两个兄弟的后代 两位周公共同执政的这段时间 后世史称共和行政 共和行政这个事啊 在历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在此之前呢 中国人虽然也有记载历史的习惯 但是对年份的记载却比较模糊 所以我们现在才需要搞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 目的就是想要考证一下 共和行政之前历史上那些大事 到底都是准确发生在哪一年的 而共和行政开始之后呢 大家记历史就比较明确了 每一件事我们都知道发生的准确时间 共和行政一共持续了14年 14年之后呢 随着那位被放逐的周历王 在放逐中去世 他的儿子也长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再次把他的儿子请了回来做天子 这就是西周历史上的到处第二位天子 周宣王 记载啊 周宣王纪役之后呢 重用了一大堆的贤盟的大臣 这些大臣 很多都是各个国家的国君 在他们的辅佐之下 西周很快就再次繁荣了起来 后世史称宣王之日 不过到了周宣王晚年的时候呢 周宣王又犯了穷兵独武的毛病 不断专行滥杀大臣 从一个明君变成了一个昏君 但据后世史学家考证啊 所谓的宣王中兴 其实就是西周的回王反召而已 历史的真相其实是 周宣王纪役之初 是被大家推举上去的 所以不得不重用各国的国君 自己也没有什么权利 而大家为了粉饰大臣们掌权的合法性呢 所以才说这段历史比较美好 后来等到周宣王在位的时间越来越长 周宣王自然也想拿回权利 但是那些大臣呢 肯定是愿意的 所以呢 周宣王就企图通过战争 转移问题 重塑自己的威信 并且干掉那些不听自己话的大臣 所以这个时候的周宣王 就成了大家眼里的昏君了 不管真相到底如何啊 总之呢 这个时候呢 西周因为开国的时间越来越长 国家其实已经到了默袭了 矛盾重重 这些矛盾 其实已经不是单纯出一两位明君 或者几个贤明的大臣就能改变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周幽王登记了 按照史书记载 周幽王是一个妥妥的昏君 他上位之后呢 任用奸臣国师傅 跑得民怨沸腾 后来又废了自己的王后 和太子立宠妃包四为王后 这些事情啊 周幽王确实都做过 而周幽王作为昏君和亡国之君的身份呢 也确实没法洗白的 因为西周确实是亡在了他的手里 正是因为他所作所为呢 加速了矛盾的激化 所以才导致了西周的灭亡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周幽王做的那些事情啊 其实也是事出有因 据后世史学家考证啊 这周幽王登记的时候呢 同样也面临着之前他爹面对的问题 当时周王室的直属力量 已经衰落了 这周朝是实行分封制的 之前历代的周天子 不断分封自己的地盘 导致当年周王直辖的地盘很大 但是传到了周幽王手里的地盘呢 却很小 之前的几位周天子 又通过战争 消耗了大量的国力 此时的周王室啊 自身的力量 早就不足以压制其他诸侯了 尤其是一些地主偏远的诸侯 更是连朝拜都不来了 等于是半独立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呢 之前的周宣王才会尽量团结其他诸侯 让那些诸侯进入周王室掌权 可没想到的是呢 这些诸侯进入周王室之后 只为自己揽权 根本就不想着如何复兴周王室 如此一来呢 周幽王继位之后 外有不听话的诸侯 内有把持权柄的大臣 就连王后都是周王室旁边的一个 非常强大的身国的国君的女儿 周幽王的那个岳父呢 也不想着怎么帮周王室恢复 整天就想着怎么把持周王室的权柄 所以呢 周幽王才会宠爱包四 并且废了那个出身身国的王后 如果那个王后真的和周幽王一条心啊 估计周幽王也未必就会废了他 而如果任由他做王后呢 他咋是做太子 谁又能保证若干年之后 周王室所有的权利 会不会全部被身国给拿走呢 至于那个国师傅啊 他确实可能很贪财 但是他也确实对周幽王很忠诚 而且他还是西国国的国君 愿意用整个西国国的力量 帮周王室做事 这样一个人 其实也难怪周幽王会重用他 如此一来呢 其他诸侯自然就更不复惯了 西周的内部矛盾也越来越多 引爆这些矛盾的 就是那场废后事件 随着周幽王废了王后 王后直接回了娘家 而申国的国君呢 见到女儿被废治后 自然也不肯善罢甘休 直接就找人 却联系了西隆 然后申国和西隆一起 杀向了西周的首都号星 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的诸侯国都想独立 所以也没有几个诸侯国能及时前来援救 所以最后呢 申国直接联合犬戎 攻破了号星 连周幽王本人也死在了乱战之中 这就是西周的历史 周幽王死后呢 西周算是彻底结束了 在这之后 各国的诸侯姗姗来迟 联合起来赶走了犬戎 还扶持那位被废王后的儿子 做了国君 这就是周平王 而周平王登基之后呢 第一件事就是把国都东迁 迁到了洛阳地区 而周平王东迁之后 再后来的历史就是东周的历史了 另外呢 据后世史学家考证 有关周幽王那个风火系诸侯的故事啊 其实是假的 因为风火台是汉朝才有的 不过周幽王是被申国联合西戎干掉的 这个倒是真的 说到底呢 西周灭亡真正的原因 不在于周幽王点燃了那个风火台 而在于当时的周王室 挡了所有诸侯国独立的道路 当大多数人都希望周王室衰落的时候 那西周自然就结束了 好 感谢观看